潘石屹儿子入读哈佛,五年前捐款一亿被质疑是预定门票,华人企业家给美国名校捐款,不仅能提高录取中国学生的几率,也能帮助到世界顶尖学府的教育与科研发展,有着更加长远的意义。 这几日是美国大学新生的报道日,潘石屹夫妇也像其他新生的父母一样,亲自送儿子Luke去学校报道,更有人指责,潘石屹为何不给中国的学校捐款,非要捐给美国的大学,相信就算没有潘石屹1500万美元的捐赠,儿子Luke的申请材料,也是能够被哈佛多看一眼的。 首先,捐款往往需要可信可靠的中间人帮忙,与学校的发展项目部门取得深度联系,要一起坐下来聊聊捐款该怎么用,是设立助学金,还是新建项目总值,要让学校相信你的价值观,文化意愿跟学校是一致的。 至于为什么要捐钱给美国的学校,张鑫也解释道,咱们中国教育的主要经费资源来源于政府。